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 开始之前先回答这个B站网友的留言和提问 因为我从8月初开始讲这个LK99话题的时候 就恢复了我在B站上的更新 有网友说,up主你还是会油管吧 这里的这个环境很不友好,好多喷子 感谢这位朋友的支持,我其实无所谓的 第一个,我看评论的时间比较少,说实话,全在制作上 第二个,大家畅所欲言,讲的是他自己的概念 他影响不了我,那也有人在说呀,说那个认为我在炒股票 说,不然你这么会对这个话题这么较劲呢 首先,我旗帜鲜明的反对普通人炒股票 你还嫌自己的脑袋不够韭菜率吗,是吧 我觉得炒股票的概率是远远低于扔硬币的 而且这个非常的不理性 那么像我们这样读论文的频道和那些炒股票的不在一个维度上 因为金融市场现在是非常的这种这个情绪化的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 现在股市上的很多超导技术 其实是几十年前的突破才造就的 这个呢,就算LK99实现了十文超导啊 要影响到我们生活也是多少年之后的事了 那有人说,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会不遗余力的讲这个话题呢 我给你讲一下为什么会讲啊 首先啊,我想讲的,大多数视频平台可能都不允许你讲 都有自己的规则 恰巧呢,我对这个新技术发展感兴趣 像之前那个核聚变是吧 包括基因啊,包括生物技术啊 AIGC啊,这些话题我都讲过 再一个呢,平台啊,也在给我上课 告诉我什么叫垂直度 哎,垂直度,做视频的朋友都知道垂直度 现在我总算是高度垂直了啊 所以就有了点流量 那有了流量之后,流量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其实啊,就是一种自我满足和这个收入啊 关系不大啊 嗯,比如现在我觉得做视频的和快递员是有点像的啊 快递员的收入呢,也是比较悬殊的 我看过一个2021年的统计吧 大概1.3%的快递员月收入过万 五成多呀,收入不过5000 实际上视频创作者 收入还不如快递员 我的朋友老范讲故事啊 他现在关注到3万多了 那是比较稳定了 这个收入呢,可以划入到家庭预算里边了 但是绝大多数啊 包括我在内 这些90%的内容创作者的收入啊 其实都不如当地的Labor收入啊 比如说在国内你和快递员比 你是不如快递员的 你在国外,比如在卡尔加里的话呢 卡尔加里最低工资是15刀吧 你随便干一天都可能比你这个 大多数YouTube干一周 甚至一个月的收入都高 没办法 你很多人啊 可能就是做分母的命 好吧 我们不瞎扯了 我们转入这个正式话题 我们今天啊 聊一聊 近来引起轩然大波的那一篇Nature文章 它的背景 它的作者 以及相关的介绍 这是自然杂志的首页 那自然杂志啊 是一个很出名的这个顶级期刊啊 被科学界啊 以为最有权威和影响力的综合性学书期刊之一 但它实际上是成立于1869年的11月4号 Nature是由英国科学家约瑟夫诺尔万 洛格耶爵是创立的 洛格耶本人啊 是一位天文学家 也是发现 呃 骇气的科学家之一 那洛格耶呢 当然自然杂志的第一任主编 从1869年 一直到1919年 当初啊 这个编辑群啊 都来自所谓的X俱乐部 哈哈 和马斯克的X不是一个东西啊 这个俱乐部呢 是受当时的生物学家 托马斯亨利赫旭利的启发而成立的 这个自然啊 在早期 它是关注这个自然科学 还有这个一些科学思想 后来逐渐扩展到了生命科学 化学物理学 数学的多个领域 实际上现在啊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站 有很多这个regional websites 像非洲啊 中国呀 意大利呀 日本啊 韩国中东 都有地区性的网站 对 它的影响力是确实比较大的 尤其是封面论文 那是极富生命可以说 但是Nature到现在为止啊 我对它的盈利不是很了解 我觉得盈利可能也不是特别理想 它主要是有后边的出版商支持啊 在叫Spring Nature 它背后的是叫 敦霍尔德家族啊 敦霍尔德森家族和PC Bartner 这些出版公司在支持 那当然Nature现在呢 确实是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出版品牌之一 那么但是这个Nature也不是万能的啊 曾经啊 大概有人统计过 有3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被自然科学这些顶级期刊 聚过稿 这是关于Nature这个背景 那这个作者呢 叫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这篇影响力比较大的 这个文章的作者 他叫 丹加利斯托 这是他的这篇文章 当然这已经翻译过来了 丹加利斯托呢 他是在Nature的杂志上 发了一个新闻的综述稿 简单说 就是一篇稿子 他不是论文 他也不是做这个超导研究的 这也就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个老金同志信心满满刷 甭听他的 他又不是搞超导的 但是呢 我们讲啊 在过去很多的这个科学的伪命题 也都是被记者戳穿的 你不能说因为记者不懂这个 人家就没有 理由去探索这个真线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他的 在谷歌学术上的背景 这是这位加利斯托呀 他过去发表文章的方向 他确实不是搞超导的 你看他这文章排到比较前面是 人工智能真正的最坏情况 当你有精确的点击诱饵和超深度伪造时 谁需要中学者 第二篇呢 对科学不断行为的指控越来越多 第三篇呢 是光学漩涡 第四个呢 防风体对电厂的功率 第五个呢 是谷歌AI 第六个呢 是秩序如何在本地量数中出现 第五个呢 是希格斯的物理时代 总之来说呢 这是一位科学记者啊 所以他的标题里边呢 他自诩为科学侦探 也是这个道理 那当然他引用的这个 马克斯普朗克的这个研究所的论文 那是真的论文 他依据这个论文 以及北大的中科亚的论文 做出了个判断 他认为LK99不是超导体 但是归根结底 这不是Nature上的一篇论文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在Nature 科学或者其他的顶级物理期刊上 发表支持LK99 或者反对LK99的文章 到目前为止啊 到8月21号 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正品 正稿出现 那么大家在Archive上发表的 都是预印版的论文 没有经过同行评述的论文 那我要是在家里烧了一个炉子 烧壳的东西 我也可以写别论文放上去 就这么个情况啊 所以呢 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 这是Nature的一篇报道 不是Nature认可的论文 好吧 本质上说 它其实和我们区别不大 就是人家是通过文字来做自媒体 我们是通过视频得不得来说这个故事啊 那当然了 也有其他的专业人士呢 在谈LK99引发的这个科技热潮 比如有一位心理学学学者吧 叫克里斯托 克里斯蒂安斯托克 他在这个心理学学士啊 就发表了一篇 不要等待奇迹的文章 他里边就告诉德国的明镜周刊说呀 这是炒作 那么全世界啊 你不得不继续等待这个史文超道题出现 那实际上这个在超道的研究历史上啊 确实是有时候啊 等待的时间是很长的 讲到这儿啊 我们就不得不讲一下 最近不能叫最近几十年 这一百多年来超道研究的这个历程 那过去啊 一百多年超道研究呢 历史上有几个重大的突破 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 1911年的荷兰物理学家啊 卡姆林·阿纳斯呢 发现了拱的超道性 这是人类首次观察到了超道现象 那1933年啊 瓦尔特·麦斯纳和罗伯特·奥克斯菲尔德呢 发现了磁场可以破坏超道态 这表明的超道状态是一个 有着有一个关键的这个临界磁场的这个效应 后来就麦斯纳效应 1933年 1957年又过了20年 约翰·巴丁和莱安·库珀 以及罗伯特·肖发现了超道现象 可以解释为电子偶合成库珀对的这个结果 这就是现在主流的BCS理论的基础 这是1957年 好吧 又过了30年 1986年 诶 约格·贝德诺尔茨和亚里克斯·莫拉的发现了一种高温超道体 它实际上是一种陶瓷 打开了高温超道研究的这个新篇章 所以你看这些突破它都不是连续的 20年 30年 20年 30年 是吧 那什么原因呢 因为新的材料 新的这个基础条件提供了这个突破的可能 比如说发现高温超道就需要可以合成这些高质量的这个陶瓷材料 需要新的理论框架 比如BCS理论出来之后呢 就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大家知道BCS理论是1957年出来的 到1986年才有了一个新的突破 是吧 每次突破呢 其实 它都展示了全新的超道的性质和这个机制 它需要长时间的消化和理解 所以啊 超道这个学科呢 它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和交叉融合 这都需要时间 所以总的来说呢 超道研究啊 它是典型的科学发展模式 需要持续的发展和探索 所以新的突破往往对旧理论是一种超越或者颠覆 那么包括技术条件也是一种创新 所以这种科学发展的不连续性了 也体现了我们人类对未知世界这种探索的过程 啊 那大家前面我们起过呢 1986年那个创新 就是德诺尔茨和这个卡尔米勒呀 在IBM苏黎世研究室工作的时候 哎 他们合作对高临界温度的超道氧化物研究 但是在IBM的实验室发现了这个创新 1989年发现了这个陶瓷材料的超导性 啊 就是这个贝兰通氧氧化物啊 华克物 它的临界温度呢 是当时绝对零度实际上33度 就是33开尔文 简单划算成摄氏度 就是摄氏零下40度 那是高温超导体 零下240度啊 朋友们 你能想象出来吗 这是几十年前到现在为止研究都是在零下100多度 这么一个范围内 所以记住啊 是这叫高温超导 我们第二期节目就给大家讲过这个名词的座位 这个高温超导和尺温超导 实际上这个名词上是有座位的 这当时啊 临界温度的最高纪录33开尔文 那这个发现到后来又起到了很大的 突破一直到现在都在消化1986年 IBM这个实验室的突破 那我上学的时候啊 赵忠贤院士啊 超导演就取得了重大突破 我记得好像高考的有一道题都讲过这道题 我忘了是什么题了啊 那1986年在这个IBM的这个实验室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之后啊 这个 这个成果呢和赵忠贤正在研究的思路呢 发生了他自己说叫发生了共鸣 哎 基于他多年形成的这种学术的观点和直觉 他觉得这个高型 所以呢 他是在中国大陆最早意识到啊 这种同氧化物的超导体的重要意义的少数科学家之一 所以他就抓住了机会 组织团队开始怎么样 护线 做同氧化物的这个当时的护线超导工作 所以呢 奠定了赵忠贤在中国超导界第一人这么一个位置 这也是说实话科学研究啊 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一步而步起来的 那你说那现在实际上赵忠贤团队 他们做的这个温度要远远高于IBM实验室的那个温度啊 那为什么不发给我们的团队呢 就中科院的团队呢 因为突破是在人家1986年 IBM苏黎世研究实验室这个基础上 就是所谓的这个 这叫蓝贝吧 贝蓝铜氧化物质基础上 大家用别的材料来试 就这么个故事 所以我讲完这些呢 大家可能都理解了 我认为啊 LK99即使最终不是十分超导 他们的思路啊 最终也会给超导研究带来启迪 因为啊 看起来这个超导研究的突破曲线 它是不连续的 但不是你想象的这个双曲线啊 它总有断点 那我们不说前面说那个零下200多度的高温超导了 我们说现在的十分超导啊 将来即使不是LK99 也可能是别的人从别的角度带来突破 而这个突破大概率不太可能是目前的这种1986年的这个技术啊 这种这个套路 而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思路 对科学啊 和艺术一样 也是区分大家和匠人的 演奏大师和普通演奏者 说起来是非常残酷的 很多人学了一辈子音乐 最终也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演奏者 一个演奏工匠 科学也是 你就算复现工艺 再严格认真 最终呢 我们可能还是匠人 还是一个工艺的革新者 而那些具有独创思维的人才能脱颖而出 所以啊 你看看诺奖 都是颁给哪些人的 你就知道科学的研究是这么不容易了 而现在的这个史文超导 我认为是给了超导行业的一个机会 毕竟又过了二三十年 对吧 那好的 关于这个超导话题啊 自然这篇 自然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引发的议论呢 和大家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请大家一如既往的拍桌 提意见 支持我的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